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365块 网友惊呼原来业者赚这么多 可能一万块成本可能什么一千两一千吧两千这样 那你觉得业者有赚这么多吗 你自己觉得 有 为之大概三年四年我觉得之后还OK 我金框是精品 所以两万多你觉得还可以 差不多啊 因为就是品牌就这样 那种三四千有时候竞价那个一下就 我觉得它就损耗很快 以至付法国进口高单价的竞价 金属框售价八万四千元 也只说买断付给厂商品牌成本就要一半 另一半也不是全进口袋 要付水电 电租还有验光师的人事成本 眼镜卖到你手里 它的成本大概只占三成到四成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啊 你的房租 你员工的薪水 其实也占掉差不多三四成 我们实际上的获利大概只剩下 大概一到两成左右 眼镜售价出厂价格大致这样定价 材料占百分之四十 房租水电金成本占百分之四十 另外百分之二十才是利准 这边ABC啊各有一只立体的动物 你帮我指出来 从验光 眼镜维修保养 更换笔电等售后服务 加上同行竞争 业者爆内幕 卖眼镜已经没有过去 这么好赚 三逊加明哨子